女人被眼前恐怖一幕吓得不轻 她正在寻找一个婴儿 而地上这些死者 无不意外 都是被婴儿所杀 这个诡异婴儿 到底是何种身份 她为什么要杀死这些人 又是怎样杀死这些人的呢 故事还要从前些日子说起 在一个寂静的深夜 女人紧紧抱着怀中的婴儿 一路狂奔 直至停在一处悬崖边 身后紧追不舍的警察 一以临近 她缓缓放下婴儿 走向悬崖边缘 背后传来了警告与呼喊声 但她已无暇顾及 随着她一跃而下 恐惧与绝望 也一同坠入深渊 可是婴儿竟然也跟着女人 向悬崖边爬去 警察眼见这一幕 心急如焚 随后急切地呼喊 试图阻止悲剧的发生 然而 一切为时已晚 她只抓住了婴儿的一只袜子 警察目瞪口呆 内心充满了悲痛与自责 此时的悬崖下 黑妹正于屋外透气 未曾料到 命运的齿轮即将发生转动 一声巨响 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她看到 一名女子从悬崖坠落 鲜血染红了地面 溅在了她脸上 巨大的冲击力 瞬间夺走其生命 黑妹被这一场景吓了一跳 急忙前去查看 正当黑妹疑惑不解之际 突然传来了哭声 接着一个婴儿从悬崖边滑落 落入了她的怀抱 然而 这并非寻常的意外 婴儿是魔婴 她的出现 预示着不祥 在与黑妹接触的瞬间 一系列不幸事件即将到来 不久后 那两位警官匆匆赶来 他们正是之前追逐深故女人的警察 老警察将另一只袜子为婴儿穿上 并向黑妹表示感激 随后 他们抱起婴儿返回警局 可是 黑妹的生活 并未因此平静下来 很快 一阵巨响再次打破了宁静 警车被一块巨大的岩石压住 车内两名警员已双双毙命 黑妹打开车门 发现婴儿安然无恙地坐在车内 甚至对着她露出了笑容 面对这一系列 超乎想象的事件 黑妹决定 开车带着婴儿前往警局 并向闺蜜打电话 讲述自己的遭遇 电话挂断后 她望向婴儿 一种诡异的笑容 在婴儿脸上显现出来 黑妹开车路过一家商店时 突然想要上厕所 正当她关上车门 准备步入商店之际 婴儿又开始大哭起来 无奈之下 她只好抱着孩子走进商店 幸运的是 商店老板 对此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与理解 不仅指引黑妹找到了洗手间 更是愿意暂时照顾婴儿 黑妹心怀感激 快速进入洗手间 解决好之后 她擦干净了脸上的血迹 准备走出厕所时发现 老板和婴儿正在温馨的互动 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将婴儿留在老板这里 她悄悄从厕所的窗户爬了出去 然而 当黑妹回到车内 准备打火离开时发现 车辆仿佛出现了某种机械故障 无法启动 正当她感到无助之时 一声巨响划破夜空 她匆忙返回商店 只见一片混乱之中 商店老板倒在地上的血泊中 而婴儿则安然无恙地坐在框内 笑得十分灿烂 面对这一系列的诡异事件 黑妹只能再次出发 将婴儿带至最近的警局 在警局内 她呼喊了两声 却无人回应 正当她准备放下婴儿离开时 突然出现了警察将她拦下 并带去了审讯室 面对黑妹诉说的离奇经历 警察非但没有相信 反而因为 今晚有三起命案发生 更有两名警员与命 要因此关押黑妹 拘留了一晚后 黑妹最终还是被释放了 警察带来婴儿让她照顾 婴儿对她的出现 表示出无比的开心 似乎早已习惯了她的陪伴 黑妹注意到 婴儿似乎显得有些饥饿 于是掀开上衣准备喂养婴儿 可是下一秒 黑妹立马被惊醒 还好只是一场噩梦 这时 警察走了进来 告诉她关押已经结束了 可以回家去了 黑妹长舒一口气 抓了钥匙就要往家赶 四日清早 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黑妹打开门却发现 婴儿赫然出现在眼前 黑妹不得已 只能将她收留于家中 紧接着 一阵敲门声再次响起 黑妹应声而开 这次是她的闺蜜 她们相拥而笑 随后一同步入房间 此时 闺蜜发现了房间中的婴儿 询问黑妹何时有了身孕 而黑妹则避开了这个话题 声称自己将去厨房准备咖啡 带黑妹煮好咖啡回来 却发现外面已没了声响 她匆匆去查看 只见闺蜜正在与婴儿玩耍 黑妹立刻将婴儿抱走了 但闺蜜却没有意识到 对方的异常 提议带婴儿出去散步 并夸赞黑妹的孩子非常可爱 然而 黑妹对此感到异常烦躁 她坚决否认 婴儿是自己的孩子 并且对婴儿的出现 感到困惑不解 可闺蜜执意要带婴儿外出 这导致两人发生了激烈争执 最终不欢而散 闺蜜被赶出了门 回到家中 黑妹凝视着婴儿 内心充满了疑虑和不确定 这短短的数个小时内 发生了太多太多 她拨通了另一位闺蜜的电话 询问自己是否生过孩子 可是闺蜜却误以为 她在胡言乱语 还挂断了电话 而黑妹在行车途中 偶然瞥见了 一则关于跳崖女的新闻报道 好奇心驱使下 她依据新闻中的指引 前往了一家曲奇店 一踏入餐厅 服务员满脸笑容地看着婴儿 可是服务员的狗 突然对着婴儿狂吠起来 但服务员却解释道 她的狗通常非常喜欢孩子 并且随手扔了一个球给小狗 她也愉快地追逐了出去 黑妹借机 向服务员打听起了跳崖女的情况 在一番交流后 她得知那位女子 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来上班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 在此之前 餐厅内竟然发生了一起离奇事件 一名顾客在店里被娶妻也死了 这一事件 似乎成了跳崖女子突然消失的原因 服务员提议 带黑妹前往监控室查看情况 同时 他们也注意到了 监控画面中出现的婴儿身影 服务员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紧接着 监控画面显示 女顾客突然就倒在了餐厅内 黑妹同样感到不解 于是她拉着服务员来到墙后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监控中的婴儿 是否是她带来的这个 服务员探头查看 而就在此时 那个先前扔出的球 出现在了婴儿手中 婴儿将球抛出 小狗迅速追了过去 随后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黑妹经历了 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后 内心充满了困惑与不安 她看着婴儿诡异的笑容 忍不住发出疑问 该不会是 婴儿再试图伤害那只狗吧 随后 她小心翼翼地 把婴儿带回了家中 将其安置在客厅里 自己则回到房间 沉浸在对这段奇异经历的反思之中 正当她试图理清这一切时 婴儿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这一幕 让她感到既惊讶 又有些恐慌 她将婴儿再次抱回客厅 并紧锁房门 心中暗自祈祷 这一切只是她的幻觉 然而 就在她担忧之际 客厅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这次她让自己冷静了一会儿 试图借此缓解内心的紧张 接着 她开始准备食物 细心地喂养着这个小生命 随着食物送进嘴巴里 婴儿渐渐停止了哭泣 变得乖巧而安静 此时 门铃忽然响起 黑妹走向门口 心中略感疑惑 打开门后 却并未看到人影 一封信封静静地躺在门口 好奇驱使着她拾起信封 小心翼翼地拆开 随即 一个U盘出现在眼前 回到家后 黑妹迅速将U盘插入电脑 随即一组照片赫然出现 照片中有几位女人 她们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她们都怀抱婴儿 其中一人 正是先前的跳崖女 而令人惊讶的是 她竟然也出现在这些照片之中 这让黑妹感到不安 一股不祥只感油然而生 她立刻行动起来 将婴儿从自己家中带离 直奔一处荒僻的沼泽地 抵达目的地后 黑妹将婴儿安置在沼泽的深处 转身离去 只留下婴儿在沼泽里 黑妹大步寻找着出路 然而就在这时 婴儿开始大声啼哭起来 黑妹没有回头 坚定地寻找着出口 随着哭声逐渐增强 她内心的犹豫开始动摇 最终 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返回去将婴儿带回来 可是她却迷失在沼泽之中 四周的环境使她难以辨认方向 正当她几乎要崩溃之际 耳边再度传来婴儿的哭声 如同一道指引 她终于找到了婴儿 神奇的是 婴儿也见到她的那一刻 立即停止了哭泣 眼中闪烁着信任与依赖 带着婴儿 黑妹回到了车辆旁 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就在这时 传来了一声呼喊 紧接着 遇到这个神秘的老太太后 黑妹将她和婴儿一同带回了家 回到家后 黑妹询问老太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却不料 对方说道 黑妹转身凝视着婴儿 紧接着 她关闭了房门 老太太随即开口 声称她的到来 是为黑妹提供援助的 然而 黑妹困惑地询问 对方来帮什么忙的 老太太的回答直截了当 当然是帮助黑妹解决掉那个婴儿 此言一出 黑妹面露惊讶 以为对方在开玩笑 老太太则指出 黑妹已将婴儿遗弃于沼泽 这正体现了 她想要摆脱婴儿的决心 她进一步解释 当婴儿完全掌控黑妹的生活时 将会成为致命威胁 因此 杀死婴儿成了唯一的选择 黑妹对此表示 难以置信 认为老太太的想法过于疯狂 并要求她立即离开 老太太听罢 坚持要拿回属于她的U盘 黑妹走向电脑 注视着屏幕上的自己 同时瞥了一眼身边的婴儿 最终 她取下了U盘 递给了老太太 正当老太太准备离去时 黑妹突然叫住了她 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老太太建议 先让婴儿入睡 随后 黑妹开始尝试哄婴儿入睡 尽管她费尽心思 婴儿却似乎越发精神 反而变得更加有活力 直到第二天清晨 婴儿依然没有入睡 而黑妹却疲惫不堪 她拨通了闺蜜的电话 询问让婴儿迅速入眠的秘诀 闺蜜回答说 崩崩就是秘密武器 在得到闺蜜的位置信息后 黑妹立刻驱车前往 抵达目的地后 她找到了闺蜜 请求借用崩崩 然而 闺蜜却告诉她 崩崩在蓝衣女的手中 可是对方却拒绝将东西给她 反倒问起婴儿是谁的孩子 面对蓝衣女的拒绝 黑妹表现出不屑 决定继续寻找 闺蜜健壮 善解人意地递给她一只玩具兔子 并提醒她不要带出房间 此时 一个小男孩 正用气球拍打着婴儿车 殊不知 这一动作看似寻常 实则充满危险 黑妹迅速介入 警告小男孩 这孩子会杀死你 接着 她将玩具兔子递给婴儿 就在这时 蓝衣女走过来 对黑妹开玩笑地表示 她需要找个伴侣 一旁的老太太适时地提醒道 宝宝已经睡着了 黑妹转头望向婴儿 不巧的是 乐园内响起欢快的音乐 人们开始跳舞 婴儿并未被吵醒 正当黑妹思考 如何顺利离开时 小男孩不小心扎破了气球 婴儿被吵醒 黑妹严厉地斥责了小男孩 而此时 闺蜜看到玩具兔子被扯烂 开始责怪她 蓝衣女也不甘示弱 走上前来 开始捣鼓婴儿车 接下来 诡异又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都不知道的是 婴儿其实是魔婴转世 她的出现 会给周围所有人带来不幸 随后 婴儿被黑妹带回了车上 并且黑妹警告婴儿说 不应该再继续害人 然后黑妹跑上前去跟闺蜜道歉 可是对方却责怪她 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还讽刺黑妹不应该评价她 闺蜜已经因为做母亲这件事情 而忙得焦头烂额 黑妹也只能继续道歉 希望能够得到闺蜜的原谅 与闺蜜未能达成共识后 黑妹怀抱婴儿返回了住所 她试图解决掉婴儿 考虑过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但此刻 面对熟睡中的无辜生命 内心产生了矛盾与挣扎 就在她犹豫不决之时 老太太出现了 她手中拿着一把小刀 黑妹接过那把小刀 心中五味杂陈 她站在婴儿的面前 凝视着熟睡中的小脸 老太太催促黑妹时间紧迫 赶紧动手 以绝后患 可是 黑妹突然停下了 她回忆起婴儿所带来的伤害 心中涌现出愤怒或厌恶 但她就是下不了手 最终 黑妹开口 老太太见黑妹此刻陷入抉择 便主动站了出来 决心杀死婴儿 她迅速上前 试图夺过那把刀 争执间刀具不慎滑落 二人从卧室打到客厅 就在此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 黑妹匆忙开门 是另一位闺蜜胖妞 闺蜜此行的目的 是将来一女子意外失去的手指 送到黑妹手中 黑妹打发走了胖妞 再度与老太太打起来 老太太灵机一动 捡起一旁的烟灰缸 准确地击中了黑妹 随后她上前一步 列举因婴儿而死的女人们姓名 以及她们的死因 还对黑妹说道 听到这话 黑妹被老太太说服了 同意了老太太动手 但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刚才还在床上安睡的婴儿 此时已经不见了踪影 原来是胖妞将婴儿悄悄地 带离了黑妹的住所 前往了一间咖啡厅 服务员对胖妞怀抱中的婴儿赞不绝口 她听后非常开心 黑妹因婴儿的消失 变得非常焦急 她四处寻求援助 却未能如愿 直至她得知 胖妞已前往乡下的消息 才恍然意识到 正是胖妞带走了婴儿 随后 黑妹与老太太 立刻驱车赶往目的地 在行驶途中 黑妹的心中满是忧虑 担心婴儿可能对胖妞构成威胁 直至收到胖妞发送的照片 她才得以安定下来 此刻 胖妞正与婴儿共享着温馨的时光 当黑妹抵达现场时 她没有犹豫 直接抱起婴儿准备离去 这时胖妞从后方追上 对黑妹表示 她知道现在黑妹有难处 作为朋友 她可以告诉自己 黑妹转过身 面对着胖妞说道 胖妞闻言 顿感害怕 转身镜子离去 与此同时 老太太瞥了一眼后 视镜发现 一个身着黄衣的女子 鬼魅般地站在车尾 待老太太回眸再望 女子已消失无踪 紧接着 黑妹怀抱婴儿坐进车里 老太太试图启动车辆 不料车子突然失灵 发出一阵机械的轰鸣声 此时 婴儿竟然笑出了声 似乎阴谋得逞 老太太解释道 婴儿不愿意让他们离开 随后一团烟雾中 一个人影缓缓浮现 黑妹下车探查 那人正式没移 她告诉黑妹 不久会有人前来修理汽车 并建议他们 进入家中等待 老太太突然拍了拍黑妹 询问附近是否有湖泊 她计划在湖边处理婴儿 然而 黑妹向老太太追问 为何坚持要杀害婴儿 老太太声称 此举是为了拯救黑妹 在一番思虑后 黑妹抱起婴儿离开了 在黑妹与老太太分离后 她竟直来到了胖妞的居所 与此同时 梅伊被婴儿所吸引 轻缓地走向前 对黑妹表示 她看起来非常疲倦 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一旁的短发女士 也不禁赞叹婴儿可爱 并热情地邀请黑妹 留下来一同庆祝 就在此时 胖妞带着孩子们跑进了屋内 准备带来一场 惊奇的魔术表演 她将孩子们的注意力 转移到了手中 美味的巧克力上 随后 巧克力出现在了 每个孩子的口袋里 孩子们兴奋地欢呼雀跃 一个孩子好奇地问起胖妞 为何没有自己的孩子 胖妞一时语色 不知如何作答 在这关键时刻 黑妹为胖妞解了围 随后 胖妞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这时老太太出现了 并说道 胖妞疑惑地反问 老太太是谁 老人耐心地表示 自己是在帮助黑妹 解决她的困扰 胖妞听后直言 如果黑妹需要帮助的话 就亲自来找她 说把她愤然离去 这时 一阵细微声响打破宁静 老太太转身查看 却未发现任何异常 紧接着 一阵婴儿的剃哭滑破长空 无论黑妹如何哄劝 哭声依旧持续 她试图理解婴儿的需求 但哭声却愈发激烈 正当黑妹激进崩溃之际 没一事实出现安慰黑妹 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随着黑妹陷入沉睡 胖妞悄然进入了房间 她轻柔地安抚婴儿 奇迹般的 婴儿竟已安静入睡 胖妞走向一旁 取下婴儿的小帽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 老太太注视着胖妞 从黑妹房间走出的身影 她知道该动手了 她悄悄接近黑妹的房间 手握一旁的枕头 缓缓向婴儿靠近 准备把她憋死 婴儿被惊醒 大声提哭 一旁的黑妹被哭声唤醒 却怎么也起不来 但最终 她拼尽全力踢开老人 对老太太说道 说完这些 胖妞转身生气地离开了 老太太此时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她抱起了婴儿 缓缓地走出了房间 嘴里振振有词 念叨着因婴儿而去世的人们的名字 然后 她走到黑妹面前 对方让老人离开 但老太太神秘兮兮的 将婴儿举到黑妹面前说 此时的黑妹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深邃的夜晚 黑妹仰望着夜空 每个因婴儿发生的惨剧 都悉数浮现在她眼前 每一次 老太太都手持望远镜 在远处默默地观察 回忆拉回到50年前 那时的老太太 还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子 我们暂且叫年轻时的老太太为帅姐 那时 帅姐与婴儿的母亲海伦 是一对甜蜜的情侣 那时婴儿尚未降临人间 而海伦 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 一天 一个电话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是帅姐打来的 他们约定 在午夜12点相见 这一举动引发了海伦丈夫一家的疑虑 但他们并未深究 丈夫老白渴望于孩子 然而妻子却十分冷淡 她不禁泪流满面 最终海伦勉强答应了她的请求 完成造人计划后 丈夫沉入梦乡 而海伦则悄无声息地离开 前往与帅姐的约定之地 他们驾车驶向海边的一间小木屋 这里是他们的秘密避风港 夜晚 木屋里弥漫着温馨的气息 两人的关系 在此刻更加紧密 次日 他们一同步入女性俱乐部 那里充满了个是个样的女孩 而他们很快也融入其中 在一间私密的房间内 他们准备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然而 正当气氛达到高潮时 楼下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原来是警察前来寻找海伦 幸运的是 屋内人多是众 成功阻止了警察的搜查 并对其进行了嘲讽 甚至使用不明液体驱逐他们 警察无奈离去 留下了一片混乱 海伦告诉帅姐 她已经怀孕 这个消息让对方感到震惊 为了保护海伦 帅姐提议 带她前往另一个城市生活 对于孩子 二人则决定送往医院处理 第二天 两人抵达医院 海伦踏入了手术室 当她再次睁开眼时 发现自己躺在丈夫身旁 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 海伦躲进厕所后 不由地崩溃大哭起来 她想从窗户逃出去 好不容易才将其打开 却被丈夫强行拉回床上 她痛哭不已 但无力改变现状 直到孩子平安降生 家人们为之欢庆 而海伦的心中 却充满了阴霾 这个孩子的到来 非她所愿 另一边 帅姐找到了老白 询问起海伦的行踪 然而 面对她的追问 老白只是轻描淡写的回应 声称海伦生病了 还说是帅姐弄的 这显然是她的编造之词 帅姐得知 海伦为老白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消息让她异常愤怒 恨不得马上杀了老白 然而 在极度的冲动中 她最终还是克制住了 老白家中 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宁静 一个女人迅速抱起了哭泣的孩子 并告诉海伦 婴儿饿了需要喂奶 然而 海伦对此视若无睹 甚至连看一眼婴儿的兴趣都没有 面对这样的情况 女人尝试着扯动海伦的衣服 却遭到了拒绝 无奈之下 她只能将婴儿放在海伦身边 但只看了孩子一眼 海伦就让女人赶紧把孩子拿开 不得已 女人只好将婴儿带走 然后转身离开 口中还愤愤地指责海伦 是一个怪物 第二天 丈夫老白走进房间 表示自己需要暂时外出 并拜托女人照顾海伦和孩子 随后她便离开了 海伦告诉女人 今天是海伦妹妹的生日 希望能给她打个电话 女人有些犹豫 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海伦拨通了电话 短暂交流后 她便挂断了通话 然而 女人并没有就此罢休 她察觉到 其中可能有猫腻 于是再次拨打那个电话号码 不出所料 帅姐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突然 婴儿见此却大笑起来 海伦走到她面前 摸了摸婴儿的小手 转身离开了 婴儿哭闹的声音 早已被她抛之脑后 不巧的是 刚出门 海伦就遇到了回来的丈夫 她心一横 用力一推 老白因此毕命 海伦跑了出去 到了晚上 她回到了小木屋 帅姐也走了进来 有情人终成眷属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终于可以 过上爱人在侧的幸福生活了 可是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老白家里 原本在护栏内的婴儿 居然消失不见了 此时 海伦在熟睡中惊醒 冥冥之中 她向客厅看去 却发现孩子赫然出现在客厅里 婴儿随即大哭起来 海伦开门走了出去 此时 帅姐也被婴儿的哭声惊醒 她不知道婴儿是从哪来的 原本睡在身旁的海伦也不见了 帅姐急忙跑出去寻找 但此时 茫茫的大海之中 海伦已经慢慢沉入了海底 当帅姐再次回到木屋时 婴儿又再次神秘消失了 时间回到现在 黑妹从草坪上醒来后 发现周围已经围满了人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旁的老太太却说 他们应该离开了 此时 婴儿的哭声再次传来 黑妹让梅姨把孩子给自己 但梅姨却说 黑妹不能离开 黑妹站起身来 她解释道 婴儿可能给梅姨带来不幸 并恳求梅姨归还孩子 然而 梅姨再次拒绝了 这使得黑妹的情绪迅速攀升 她大声斥责梅姨 婴儿的哭声也随之响起 周围人试图安抚黑妹 老太太则提出 他们应该离开 黑妹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再次强烈要求梅姨 将婴儿交还给她 就在这时 婴儿忽然伸出手一挥 一群孩子跑了过来 抢走了婴儿 只留下黑妹和老太太 在原地愕然 二人随后踏入了树林寻找 黑妹追问老太太 昨晚发生的事情 对方却神秘地透露了一个信息 婴儿的母亲和黑妹很像 这一回答 让黑妹感到困惑不解 就在这时 老太太好像发现了什么 一只手搭在了黑妹的肩上 原来是胖妞 黑妹被吓了一跳 胖妞连忙解释 并非有意为之 黑妹接着询问她 是否看到过那些孩子 胖妞表示没有 但她推测孩子们 可能已经前往了活动室 随后 三人一同前往活动室 步入房间的那一刻 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景映入眼帘 孩子们围坐在婴儿周围 手中仍不停歇地画着画 黑妹叫出抱持婴儿的孩童的名字 这一声呼喊 犹如此时般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婴儿也仿佛听懂了 转头看向了她 黑妹上前 被地面上一幅画深深吸引 这时 老太太认出了画中的主人公 正是海伦 黑妹坚决地要求女孩归还婴儿 然而 女孩却表示 婴儿想要妈妈 胖妞则表示 妈妈不就在这里吗 孩子们忽然高声大喊 妈妈掉进了海里 画音刚落 他们便停下了动作 接着 孩子们将手中的话笔 一下一下地疯狂扎进自己的身体 黑妹等人见状 急忙上前阻止 但孩子们却向他们发起了反击 与此同时 女孩抱着婴儿逃离了现场 老太太示意 黑妹追赶 她随即追了出去 然而 婴儿和女孩的身影已消失无踪 一名女孩从黑妹的视线中一闪而过 竟然是儿时的自己 此时 爸爸与儿时的自己 从她的视野中飞快地掠过 黑妹紧随其后 但不慎跌倒 却发现胖妞正在一旁 黑妹起身查看 发现对方扭伤了脚 她扶着胖妞 继续寻找婴儿 老人们找到了那群孩子 而此刻 孩子们已被婴儿所控制 老人们也为眼前的景象感到震惊 婴儿开始放声大哭 孩子们则开始拾起地上的石块 向老人们投掷而去 不断有人倒在石块之下 婴儿的哭声愈发响亮 其中一个女孩 拿起石块向梅伊投去 梅伊应声倒下 随后坠入了水中 另一边 在森林深处 老太太独自一人寻找着 她的思绪 不由自主地飘向了远方 不觉间 她躺在地上 恍惚之中 海伦的形象浮现于心 然而 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打破了这份宁静 让她猛然惊醒 她再次看到了曾经深爱的人 只见海伦吐出一口海水 告诉老太太说 老白还活着 当老太太再次睁开眼时 四周只剩下她一人 此刻 黑妹和胖妞来到婴儿身边 眼前的场景 令她们大吃一惊 孩子们的行为异常 似乎被某种力量操控 黑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命令胖妞吸引婴儿注意力 自己则前往救梅伊 胖妞表现得十分出色 运用魔术技巧 成功解除了孩子们的控制 黑妹将梅伊安全地带到岸边 并不断呼唤着她 幸运的是 梅伊并未受到太大伤害 咳出几口水 便恢复了意识 随后 黑妹让胖妞继续吸引婴儿注意 自己则带着梅伊返回 胖妞仍在表演 但道具已经用尽 婴儿再次哭泣 紧接着 孩子们又一次被婴儿控制 追逐着胖妞奔跑 就在这时 胖妞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 她之前申请领养孩子的请求已被批准 但需要等待六个月 听到这个消息 胖妞感到震惊且愤怒 她愣在原地 孩子们一拥而上 抓住了胖妞 黑妹健壮 手提两颗大葱驱赶着孩子们 成功救走胖妞后 她们躲进一间屋子 胖妞只顾着打电话 因为她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 一旁的黑妹试图安慰她说 六个月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 然而 胖妞对此并不满意 两人大吵了起来 最终 黑妹离开去找其他孩子 当她回到婴儿的房间时 发现孩子们都已疲惫不堪 倒在地上呼呼大睡 只有婴儿仍然保持着清醒状态 黑妹对婴儿道起歉来 而孩子只是呆滞地看向她 随后 黑妹抱着婴儿 与梅依和胖妞道别 老太太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面对黑妹的疑问 老太太告诉黑妹 自己心脏病犯了 黑妹搀扶老太太上车 老太太提及 老白仍然活着后 便呼呼大睡起来 黑妹这才放下了心中的担忧 并继续驾车 回到家中后 黑妹悉心照料着老太太和婴儿 然而 老太太突然提出要去找老白 紧接着瘫倒在地 黑妹建议她就医 但老太太坚持不去医院 黑妹表示 婴儿现在也累了 应该不会找麻烦 因此提议 让老太太好好休息 再去找老白 在帮助老太太步入浴室后 她向黑妹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指出可能是自己对老白的责备 导致了婴儿现在的状况 黑妹查询到了一个教派的方法 即通过焚烧诅咒者 和施咒者 来解除诅咒 尽管黑妹对此持怀疑态度 但老太太却听了进去 表示如果黑妹不相信 那么她只需要将老白带来 剩下的老太太自己解决 黑妹似乎同意了 她开始为婴儿洗澡 内心却并没有感到解脱 当晚餐准备就绪时 老太太看着婴儿 说出一件往事 在海伦去世一个月后 她和一名女性发现了婴儿 不久后 这名女性被一匹马踢死 婴儿似乎听懂了老太太的话 随即大笑起来 老太太解释说 她花了多年时间 才发现这一规律 婴儿倾向于 接近那些不想要孩子 且无子的女人 或许是因为这些女人 能让她想起母亲海伦 婴儿想让这些女人 用海伦做不到的方式爱她 她渴望得到 极端的无条件的爱 老太太坚信 正是她的诅咒 造成了婴儿的现状 她决心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夜晚降临 黑妹在老太太的车内 偶然间 发现了一堆 看似与巫术相关的物品 她告诉老人 老太太的车 因为违章被锁了 面对这一情况 老太太没有表现出任何意义 只是静静地听着 接着 黑妹惊喜地告知老太太 她已经找到了那位 名叫老白的人 老太太听到这一消息 显得十分惊讶 黑妹随即拿出手机 请老太太验证 解释说 老白目前正因费病住院 这一发现 对于他们而言 是一个转折点 意味着 他们有机会对付老白 从而解除所谓的诅咒 黑妹计划 第二天就开始行动 并叮嘱老太太早点休息 在享受着零食的同时 两人一同构思着 如何处理老白的问题 黑妹很快进入了梦乡 而老太太则意识到 必须采取行动 她走进婴儿 问婴儿准备好了没有 随后她抱起婴儿 携带火枪和一桶汽油 前往医院 在医院里 老太太推着婴儿 四处寻找老白的身影 婴儿的袜子不慎掉落 她并未察觉 此时 医生推着一个病人迎面而来 老太太的心脏病突然发作 她捂住胸口躲进了厕所 然而 厕所内突然出现了几位女性 她们的衣服上印有老白照片 原来 她们正是老白的孩子们 通过偷听几人交谈 得知了老白所在的病房位置 带着婴儿 老太太来到老白的病房 婴儿似乎认识眼前的老头 关上门 准备执行自己的计划 她将汽油倒在了老白身上 试图解决掉老白 老头被惊醒 询问她的身份 并表示不认识老太太 直到老人喊出了老白的名字 她这才想起 这是海伦年轻时的好友 随后 老太太将婴儿推向老白 声称这是她的孩子 老白对此表示怀疑 询问老太太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但婴儿却对着老白喊爸爸 另一边 黑妹也赶到了医院 在走廊找到了婴儿掉落的袜子 意识到老太太已经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 老太太也在准备着动手 二人发生了冲突 老白砸倒了老太太 然后 老白用尽最后的力气 用氧气管勒住了老太太 婴儿仍在呼喊着爸爸 而老白也耗尽了最后的力气 倒下了 老太太误以为 是婴儿造成了这一切 大喊着需要自己来结束这一切 她拿起火枪 准备终结所有 就在这危急时刻 黑妹突然闯入病房 夺走了老太太手中的火枪 她对老太太说 这一切并非她的错 也没有诅咒存在 唯一能解决婴儿的方法 就是给予她母爱 不断满足其需求 黑妹向老太太解释说 他们有能力控制这一切 突然 婴儿喊出了妈妈 黑妹走上前 抱起了婴儿 老太太大声叫喊 声称黑妹无法改变婴儿 但黑妹抱着婴儿走出了病房 此刻 婴儿似乎感受到了母爱 在黑妹的怀抱中笑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黑妹婴儿在公园漫步 随后 她带着婴儿来到了一家医院 医生注视着黑妹与婴儿 表示需要给婴儿做检查 黑妹轻轻摇头解释道 婴儿不喜欢被人触碰 医生起初以为 这只是个玩笑 试图伸出手抱起孩子 但被黑妹坚决地制止了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 黑妹匆匆挂断 转头却发现 医生竟已抱着婴儿 婴儿的啼哭声回荡在空气中 紧接着 医生就离奇去世了 另一边 胖妞在寻找黑妹 她首先找到了老太太 此时 老太太已经颓废不已 看起来如流浪汉一般 在黑妹家里 一切都弥漫着婴儿的气息 胖妞直觉告诉自己 黑妹可能遭遇了麻烦 她再次找到老人 老太太虽未直接回应胖妞的问题 但她同意让胖妞上车 胖妞问起婴儿到底是什么 老太太透露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事实 那孩子外表看似婴儿 但她的灵魂 却承载着不被爱的恐惧 以及深不见底的贪婪 老太太继续解释 她曾认为 是自己的行为 造成了孩子的转变 但实际上 这世界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面对胖妞急切地询问 老太太表示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说黑妹现在被婴儿控制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胖妞忍不住生气地问道 难道老太太不应该做些什么吗 然而 老太太却将她赶出车外 对着海伦照片 陷入了深深沉思之中 晚上 黑妹回到了家中 准备哄婴儿进入梦乡 随着她的轻浮与低语 婴儿渐渐沉睡过去 黑妹轻手轻脚地关上了房门 门铃响了起来 黑妹缓缓打开门 来人正是她的父亲黑哥 黑哥不仅带了一台音响 播放起了球赛 黑妹将音响关闭 黑哥注意到家中的变化 感到有些不解 这时婴儿因他们的交谈声而醒来 黑妹立刻意识到 需要将父亲请离 黑哥显得有些困惑 而黑妹则从房间中抱出了婴儿 并拒绝父亲靠近婴儿 他专注地给孩子喂食 而父亲则试图帮忙 但黑妹担心父亲的安全 坚决不让他接触婴儿 黑哥向黑妹倾诉过去事情 并表达了深深的歉意 而黑妹的情绪也在这一刻失控 他紧紧抱着父亲 泪如雨下 婴儿的啼哭 再次打破了这次情感爆发 黑妹回过神后 黑哥已经抱起婴儿 孩子大哭不止 他只能在一旁劝慰 黑哥将他送回婴儿床边 让孩子独自待一会儿 然而 黑妹却愤怒地将酒瓶砸向了他 那一刻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 以及他所犯下的错误 原来医院里的医生是黑妹杀的 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婴儿控制 黑妹慌了 想让婴儿停止这一切 门外又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打开门后 黑妹意外地看到了胖妞 她手里拿着一些婴儿的用品 为之前的误会道歉 胖妞提议帮助照顾孩子 减轻黑妹的压力 但黑妹坚持表示自己能够处理 这时 胖妞注意到了黑哥的帽子 而黑妹提醒时间一晚 让胖妞准备离开 这时 胖妞故意打碎了一个玻璃杯 婴儿因此大哭起来 但她却迅速行动 假装去拿毛巾清理 实际上 悄悄进入了黑妹的房间 进入房间里后 她发现黑哥倒在了地上 幸好她只是晕了过去 胖妞让黑哥继续休息 而黑妹在客厅察觉到了异常 开始催促胖妞 当胖妞慢慢走出房间时 黑妹看着她 目光又转向一旁的婴儿说道 另一边 老太太在车里 听见了胖妞的凄厉叫声 她小心翼翼地步入屋内 轻轻推开房门 眼前 黑妹正哄着婴儿 而不远处传来的声响 引起了她的警觉 走去一看发现 胖妞被困在了一个角落 被救下后 胖妞说 婴儿在操控着黑妹 老太太示意 胖妞暂时留在原地 自己则悄悄接近婴儿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玩具兔子 试图吸引婴儿的注意力 然而 就在这时 背后突然出现了黑妹 一刀刺进了老太太的腰 老太太的尖叫 唤醒了黑妹 她用惊慌失措的眼神 看着手中的刀 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她连连道歉 老太太急忙安慰着黑妹 告诉她 这不是黑妹的错 婴儿的哭声愈发激烈 黑妹抱着婴儿出了家门 她带着孩子上了车 在车上 黑妹对着婴儿愤怒的宣泄 表示婴儿就像个吸血鬼 榨干了所有人的生命 然而听到这些 婴儿的笑容 却异常阴森 她带着婴儿走向了悬崖边 坚信那里能摆脱婴儿的控制 胖妞紧跟其后 与老太太一同赶到了现场 他们目击了黑妹的车辆 由于身受重伤 老太太让胖妞先行追赶 胖妞赶到悬崖边 只见黑妹和婴儿坐在那里 她走上前 试图安抚黑妹 却发现此刻的她 已失去了自我认知 迷茫且无助 胖妞温柔地对黑妹表示 这不是她的错 老太太追上前来 她缓缓靠近黑妹 成功抱走了婴儿 接下来的行动 她将独自完成 为这一切画上一个句号 然后 坠入冰冷的海里后 老太太竟然再次看到了海伦 年轻时的爱人 仿佛就在自己身边 就在她慢慢往下沉时 黑妹游了过来 就下了老太太 而那个像魔鬼一样的婴儿 慢慢地沉入了海底 最后 黑妹喜欢上了孩子 她和闺蜜的孩子 玩得不亦乐乎 老太太也开始了 自己的冒险旅程 跟着伙伴继续探险 而此时 在一处遥远的海边上 婴儿慢慢地爬上了岸 电视剧小魔鹰 作为恐怖片 讲述了一个诡异的婴儿 病态又霸道的 从不同女人身上获取 她未曾得到的母爱的故事 剧中充满恐怖与诡异的情节 以魔鹰尝试获取母爱为主线 以老太太海伦二人的爱情为直线 劝戒世人 如果不爱孩子 就先不要生育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个关注不迷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